全油管最快新闻,11月17日,北京全国总工会国际交流中心正式开启为期四天的2023年国家医保谈判竞价环节。 共有168个药品进入此次竞价环节,为历年来品种最多的一次,涉及肿瘤、罕见病、慢性病等领域。 保密工作更加严格,要起代表在谈判期间要签署保密协议。 今年医保目录调整结果将在12月初公布,新版目录将从2024年1月1日起执行。 参与谈判的药企代表对谈判结果持谨慎态度,有药企代表表示心情一般,与预期有差距。 天价卡尔T细胞疗法再次未进入医保谈判名单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